我姓汤, 我女朋友姓芳 我們拍拖, 忘了拍了多少年 當然想結婚 但是結婚後, 住在哪裡 始終是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是阿汤的女朋友小芳 我知道她對我好 但是女人的青春有限 還不結婚, 我真的不知道 怎樣跟家人和我自己交代 是呀 阿汤, 其實我們拍了這麼多年拖 但是始終只有拖節 早兩天, 媽又問我們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不如你教我怎樣回答她 小房, 你以為我不急嗎 我老爸說再不娶你 遲些兒子也生不出 但是你看, 現在的樓價貴成這樣 我們怎樣存就不夠錢買 不買 不買, 可以先租住 我又沒有說你有樓才嫁給你 你以為你現在租便宜嗎 租了幾年 為甚麼我們死亡死亡的手期 全部都沒有了 到時候, 有兒子也沒錢生了 我不管 總之你再拖下去的話 我們一拍兩散 小房 你別說了, 你別說了 兩位郎才, 女貌, 天生一對 何必為小小事破壞大好姻緣呢 太可惜了 兩位在煩惱的事 可能小弟幫到手呢 忘了自我介紹 小弟, 租樓 物業代理 最擅長是幫人租樓 我們找了很久都找不合適的地方 我想你也未必能幫到手 那你明明太小看我了 給一個機會小弟 也給一個機會你們自己 我現在剛剛就有個 收起來準備自用的 絕世損盤益你們 絕世損盤? 沒錯 坐北向南光猛實用 交通方便 獨立廚刺集費全包 都只不過是48888 信不信呢? 是不是真的呢? 你不要亂點我們 珍珠都沒那麼真 鑰匙盤? 有興趣, 立刻看 你不要亂點 蛤? 劏房? 兩位, 別這麼大驚小怪 這裡簡直為兩位 量新訂做的新房 幸福就在眼前 看得對好, 快點下訂了 這些順盤可遇不可求 好搶手的 千萬不要貪平又貪方便 租這些不合法的劏房來住 因為這些劏房是維麗建築 裡面危機滿佈 無論是消防、樓宇結構 環境衛生和公眾安全 各方面都很不行 是啊 柳次消防安全方面 經過改動過的單位 會令到逃生通道太窄 又或者直接去不到走火樓梯 在門口安裝的外掩門和鐵閘 就會阻塞逃生通道 還有, 將原來的防火門 拆下來 又或者換上不符合內火規格的門 如果一旦發生火警 真的很危險 是啊 有些單位為了安裝冷氣機 而在內火牆上開洞 令到內火結構大打折扣 當發生火警時 火和煙就很快地在洞中 湧入走火樓梯 至於結構方面 劏房因為要埋藏的渠管 而造成過度加厚地台 令到樓板的負荷大大加重 渠管破裂時 又有機會令到下層的單位 天花板出現了滲水和石屎剝落 而且間房時 有機會將橫樑、柱 或者結構牆拆除了 令樓宇整體的結構大受影響 如果劏房的廁所和廚房 加建在街道上的露台 新增的排水渠很容易出現漏水的情況 污水滴落街不僅影響行人 環境衛生也很受影響 有些劏房仍然沒有窗 提供不到天然照明和通風環境 很容易令整間屋又霉又濕 租樓住無非都是想有個安樂窩 如果天日住得提心吊膽 值不值得 如果你發現租住的劏房 有之前我們所說的違例情況 就要立即打而洩 1823舉報 屋宇處現在正在全港 進行大規模的巡查行動 如果發現有違例情況 劏房業主還有機會被檢控 如果想知道這方面的資料 可以到屋宇處 撒取有關分間樓宇單位的小冊子 或者瀏覽屋宇處的網頁 www.bd.gov.hk 照這樣看 這些劏房真的租不過 有些事上來 用不著全家大小一窩熟 想起來也是 喂 我還沒跟你結婚 甚麼叫一家大小 我不管你 如果你再拖下去的話 後果自負 別亂說 娶呢 我就娶硬你了 喂 你媽媽家裡不是好像有間房間 刺了嗎 不如 取小房送大房 你就上啊 知道了…